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知事 一個就是教他不要修六度 二知事大失利益 種種壞人是大惡因緣故 以下佛更種種因緣說二知事的特徵 叫人家遠離六度 不信罪服的果報 叫他遠離 或者執著波爾波羅蜜 諸法必盡空 那你何必修呢 或者讚嘆小盛 你只要自己免除老病死苦 自己得解脫就好了 那眾生 其他眾生跟你什麼關係呢 你只要自己修解脫就好了 眾生與你無關 那這些因緣 叫他遠離 修大聖法 這些都是二知事 那二知事 不交弟子 讓他覺知 魔是佛賊 佛是希望讓眾生能夠成就 先決決後決 但是魔都是來擾亂 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 魔跟佛做對 魔是佛賊 那魔是玉界主 這玉界主就是 是灘化自在天的天魔 有大勢力 他是憎恨行道人 有人要出三界 操脫他的管轄 他就來擾亂 而佛威力很大 魔他沒有力量可以害佛 他只能壞這些小菩薩 魔變化為佛的形象 外菩薩行六度 未說聲文經 只是讚嘆為他解說 聲文所學的經法 或者做佛生來告訴他 你不堪認做佛不用修了 或者為他說 嚴等一切諸法都空 既然一切都空 那你還修上佛理做什麼呢 或者化作必知佛身 來說十方三世中 佛 菩薩 聲文 這些都是空 求佛道者只有空明 既然十方世界都沒有佛 那你還想做佛做什麼呢 或者教他遠離菩薩的三十七道品 這個地方留意喔 三十七道品 或許大家會認為是聲文法 四年處 四族一族這些 那這裡特別點出來 是遠離菩薩的三十七道品 這個其實在解釋 一二六三頁的經 我們看講義一二六三頁 瓜湖三 教禮菩薩道 只是教他入三解脫門取聲文證 經文是說 教禮菩薩道 教禮一切總質 教禮四念處乃至發生到分 經只有講 教他遠離三十七道品 那論呢 為了更明確 教他遠離菩薩的三十七道品 教他遠離六度 還有佛種種功德 只教他聲文的三解脫門 那三十七道品 在卷十九那邊有解說 也是有聲文的三十七道品 也有菩薩的三十七道品 菩薩的三十七道品 當然也是要三心相應 要發無上伯利心 要大背心 要無所得方便 來修三十七道品 那摩化作壁之佛的形象 教他遠離菩薩三十七道品 而令他入聲文的三解脫門 說你修這三解脫門 就可以正著內盤 實際做正 可以解脫重苦 你好好的精進 只要為得聲文四果就好 何必為無上菩提呢 再來摩作和尚阿舍離父母的形象 叫他遠離佛道 說佛薩道要成佛非常辛苦 截手斷腳斷耳鼻等等 有人來求你要施舌給他 若不給他 若不給他 那就破求活益 若給他 那是很辛苦的 有的在畫作比丘行 來披著出家的身符 尚阿舍為他說 遠 決定是無常相 苦空無我相 無作極滅離 說一切法是可得的 用有所得 取相意念分別說 那這個就跟無所得 方便 跟空相相違背 所以这些都是魔 有这样种种无量魔士 而不教令修行者觉知 就是二知事 远离 我们知道这二知事 我们应该要远离 因为没有利益的缘故 如软与贼转来亲近 禁者害人 软与软的意思就是 他不用强硬的手段 有的用强硬的手段 这东西给我 这就是强硬的与 软与就是他说的好听 柔软 但是事实上是卸除你的防御心 用骗的 你还很乐意的给他 其实他就是软与贼 他本来是要让你蒙受损失 假好意转来亲近 你如果迷惑 不能够明辨的话 那就被他所害 这个贼他只不过是来 害人 让我们损失一些财物而已 但是二知事更有过知 底下是在比较贼跟二知事 他的过患 二知事比贼 他的危害更大 这个贼他只不过是害今生今世 而且只不过是害我们这一生而已 但是二知事 他引起我们不正确的知见 生生世世都在害人 因为这个贼他有可能只是害命 夺贼钱财而已 但是二知事他会害我们的会命 他不只是害生命 他会害我们的会命 他会夺我们的法宝 夺我们的法财 夺无量 佛法无量宝 所以我们知道二知事的过患 应当很快的远离 不能慢慢来 要即当远离 远离 要深远离 还要心远离 要彻底的远离 那么不仅远离 离 你 你 他 是 那 你 你 你